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马可 我现在在棚里面拍摄新的宣传照 我现在在刷我的核桃 因为外面还在布置景 光还在调 还没完成好 所以我在里面修景 刷一刷我的小核桃 然后我现在去看看外面情况怎么样了 你跟着我一块去看看 可爱吧 给大家打个招呼说我叫弟弟 太傲娇了都不跟我说话 都不跟我对话 行了 自己下去玩吧 看看电影 打打游戏 我比较害怕特别极限的东西 超速度的那种 大概四五个城市吧 每个地方的美食都不一样 只要是美食我都爱吃 青年我觉得就像这个背景的红色一样 就是代表着很热血 很正能量 很向上 现在我们来到户外拍摄 这边是一个电话亭 这就有点户外喝喝咖啡啊 就这种感觉的风格 你看里面像一个 怎么说呢 全部都是杂志画报这种 就比较艺术气息氛围比较重 我们一会儿在这里拍摄 您好 大概半个小时 工作太集中了 想去旅游的计划 又要搁浅了 充足的睡眠时间 睡到自然醒 然后运动 看电影 打游戏 上一通电话 打给工作人员 应该最像马吧 因为我姓马 鼠马 而且又像千里马一样 能不能奔跑 行 好 好 如果就私人来说的话 最想尝试的是 看看这半年时间 能不能把我刚才那顿核桃去盘好了 希望在冬季的时候 能够学会单板滑雪 认真努力的去工作 然后同时也摆正好自己的心态 一步一个脚印去努力 加油 我的青年关键词是美好 因为在我现在这个年纪 做着自己热爱的事情 工作 生活 又很幸福 所以很美好